我先测 终极考试轻松过 亲爱的各位同学们 大家好 我是华健老师 今天呢 我们开始学习第九章 获有事项 那么首先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本章呢 还是比较轻松的 第一个呢 内容少 第二个呀 也不是很难 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好 我们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啊 本章的一个考试分值的一个趋势图 本章的话呢 分值也没有特别高 基本上是在三分左右 基本上在三分左右 当然早些年份啊 有些年份可能相对高一些 但近些年呢 基本上是在三到五分 从考试题目类型来看呢 咱们主要还是计算 计算的 当然也有一些文字型的题 最近三年 从具体题型来看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有些时候是可以考大题的 但是分值并不多 那么这个大题呢 它可以单独考 也可以结合其他章节来考 或者这么说吧 咱们或有事项其实 也属于一块基础性内容 它跟其他章节有关联 有些分值实际上是统计在了 其他章节 是吧 那么从考点来看 或有事项概述一般不考 或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那这个考大的原则 那么文字型的考题 还是比较多的 另外呢 或有事项 会计处理原则的具体应用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考试的重点 也就是说我们具体账务处理 怎么做账 怎么做会计核算呀 那就是来讲一讲 它的具体案例应用 单选多选判断啊 也就是综合题 是吧 咱们综合题里面呢 可以跟其他章节做协合 本章的核心是预计负债 它的确认和计量 那么属于基础之士 在咱们后面有收入那一章 比如说收入章节 其中有一个特定交易事项 是吧 其中有特定交易事项 像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一些销售 以及富有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条款的一些销售 销售的退回 是吧 到底退货率是多少 是吧 以及这个产品质量 如果说有了问题 你要给人家保修 像这种事项呢 是吧 都是货有事项 那跟收入 那很显然 对不对 像售后的一些 是吧 这个售后的退回啊 售后的这个保修啊 那都是跟咱们本章是有关联的 另外呢 像一些日后调整事项 你比如说 企业呢 有一个未决诉讼 就打官司了 那这个官司啊 那在日后期间 对吧 可能这个法院判决了啊 或者说法院没有判决 又有一些新的证据 怎么着 怎么着 要调 包括一些所得税 是吧 所得税 咱们也跟货有事项有关联啊 因为现在就主要是确认预计负债嘛 那你这个预计负债 税法肯定是不认的 预计的负债嘛 毕竟是这个东西 是你根据你的会计准则 或者事项准则来确认的 那么所得税呢 往往是眼见为食 对吧 你这个东西你是提前预计的 税法 它是不认可的 那这块有一个差异 是吧 税法跟会计有差异 所以说所得税这块呢 也有相关的 会遇到货有事项 这个问题都会涉及 都会涉及 经常相结合出大体 要求大家一定要疏联掌握 如果说咱们在这块货有事项 有欠缺的话 那后面这些章节 那就肯定有问题 有麻烦 所以说会计啊 确实是各个章节之间 联系比较密切 本章呢 没有实质性变化 来 首先看第一节 货有事项概述 货有事项概述啊 大纲要求了解 我们先看考定一啊 货有事项概述 近三年 那当然这边 货有事项概述 其实解决的是一个确认问题 对吧 啊 就是说什么叫货有事项啊 是吧 这个一般来讲 是基本的概念嘛 啊 概念特征 以及货有负债和货有资产 这俩东西都不能确认的 货有负债 货有资产 是不能被确认的 是吧 不能被确认 到我们的报表里边的 所以说呢 这个你说怎么考 考的话 往往是结合预计负债来考大家 是吧 而这边是可以考 并不是说不能考啊 结合其他章节 而这结合其他的点啊 结合其他知识点来考大家 说比如说考你 说货有负债跟预计负债什么区别 货有负债跟预计负债 它不一样啊 是吧 这是可以考大家的 来咱们导入一个案例吧 比如说这是哪 这地铁上 有一位 呃 神仙小姐姐是吧 她的羽绒服啊 在坐下去的一刹那呢 这个羽绒服啊就给爆了 爆了整个车厢啊 全是毛毛 尴尬 大型设施现场 哎呀 这个东西你说怎么办呢 于是呢 他找到人商家 说你这个羽绒服质量有问题 商家说了 你自己的 我们写的很清楚啊 这是爆款 对吧 我们产品没有问题 那我们的客户肯定是不依不饶 你产品质量 他认为明显有问题 所以说客户呢 提出退货申请 那么企业这边 你说他确不确定是否退货 是吧 他这边是不确定的 将来 未来的这个结果 有可能退 也可能不退 像这种带有不确定性的事项 我们把它叫做获有事项 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 获有事项的概念 以及特征 获有事项 你看名字啊 咱们这个中文啊 中文的含义 是吧 从这个名字上 也能够推断出来 获有 获就是说 它是不确定的意思 或者有 或者没有 那么是过去的交易 或事项形成的 也就是说 这个事儿必须是什么 已经发生啊 这个事项是已经发生了的 什么事项 获有事项 获有事项已经发生了 但是它的结果是不确定的 结果需要有某些未来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 才能决定的不确定事项 所以说它的落脚点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把握这个概念 获有事项的本质是什么 获有事项的本质 就是不确定事项 不确定事项 那么常见的获有事项 包括什么呢 像未决诉讼 或者未决仲裁 说给你打官司了 或者有一个仲裁 那么打官司的结果 将来一定是确定的 打官司结果将来 你要么胜诉 要么败诉 总不可能这个官司 一直拖着吧 久拖不绝吧 不会的 所以说它是取决于未来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 要由未来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来去做决定 所以说我们的不确定事项 或者说我们的获有事项 将来一定会变成确定事项 将来一定有某一天会变成确定事项的 当然了有些事项可能拖着时间比较长 咱们也会偶尔会在社会新闻上 看到一些案例 比如说有一些官司 说未决诉讼 说这个诉讼 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官司 一些冤假错案 现在呢 要再审去再议 是吧 现在呢 为某些这个当时的一些 被冤枉的一些是吧 这个本来就都都做经牢了 是吧 那我们呢 现在深冤去翻案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可能有些时候是吧 不确定事项 变成确定事项时间比较长 但是 但是什么 说最终一定是确定的 那确定了之后 他就不叫获有事项了 不确定事项就获有事项 你还比如说债务担保 比如说我呢 替你担保 你呀 找银行借了一笔钱 我给你担保 说了 将来你要是还不上钱 让银行来找我 我来给你还 那 对于我到底需不需要替你还钱 是不确定的 如果说你能够到期正常还款 用不着我 如果到期你还不了银行 好了 那银行过来找我 所以说呢 结果是什么 是 现在这个事项是不确定的 当然最终一定是演化为确定的事项 好了 到期了 说你小子真没还钱 行了 确定了 确定由我来还 你还比如说产品质量保证 是吧 那刚才我们举这个羽绒服这个爆款的案例 产品质量有问题 那么咱们的商家 或者说企业 在销售我们的羽绒服 销售这个服装的时候 他知不知道自己产品质量有问题啊 他其实是不确定的 是吧 因为这个客户嘛 他这个标准啊 跟企业的标准 有些客户可能比较挑剔一些 这也正常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质量 出问题的概率是有的啊 我生产1000件衣服 那么可能有一些衣服呢 有极个别的 有两三件或者五件 是吧 有产品质量有问题啊 我保证说我保修 我保修 那到底有几件衣服会有质量问题呢 我是不确定的 但是最终结果是确定的啊 比如给客户一个退货期 是吧 销售之后啊 30天内 30天内都可以退 超过30天咱就不退了啊 那就保修了 所以说呢 这个产品质量保证啊 以及这个 富有销售退回条款的一些交 销售啊 都是 现在来说是不确定的 包括这个亏损合同 重组义务承诺 环境污染整治 后面呢 我就不再一一说了 后面啊 咱们再慢慢的讲到了再说 讲到再说 咱们终极考试 重点是讲什么呢 前面这些啊 前面这些 未决诉讼 未决仲裁 债务担保 产品质量保证 亏损合同 重组义务 到这儿 到这儿呢 我们前面咱们本章的最后一节 讲具体案例应用 那就会讲这些 每一项每一项 都给大家讲清楚啊 后面的承诺呢 环境污染整治 其实很简单 它就没有单独作为案例来说 所以重点是把握前面 那这儿有一个提示啊 说按照全责发生制的要求 我们我们企业是不是要等到确定事项的发生时才做处理 比如说未决诉讼 现在有这个官司 我们是不是将来等到法院判决了 我们才要做账务处理啊 行不行啊 不行 这就是全责发生制 是吧 你等到将来你的法院判决 你败诉了才做账 晚了 现在啊 在目前这个阶段 虽然说不确定 但你要提前做估计 估计什么呢 估计最终的这个结果的可能性 是将来最终变成确定事项 那么这个确定事项对我们企业会不会产生一些异物 如果说我们预计这个 比如法院我们说预计很可能判决 很可能判决败诉 如果说我们败了 我们要赔这些钱 是吧 将来哎呦 那这个将来要赔这些钱啊 咱们很可能败诉啊 那咱们现在要是吧 现在那就要确认负债 叫预计负债 是吧 提前要确认这个负债 那这就是全责发生制很显然的 好吧 或者事项呢 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个 或者事项是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 也就是说 该事项啊 已经发生 只是结果不确定 那么这有个提示 说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 交通事故 经营亏损等等这些事项 都不属于或有事项 这个大家要注意啊 所以说你不要认为 凡是不确定的 都都是或有事项 说自然灾害未来 这个可能发生 也可能不发生 未来结果是不是 未来结果 说的未来的结果不确定啊 就像咱们现在 说的是事情已经发生 你这些东西 你事情还没发生呢 是吧 事情没发生呢 所以咱们这或有事项啊 或有事项 其实说的是现在的结果不确定 明白吗 或有事项 咱们说的是现在的结果不确定 将来结果确定 刚才我这个图吗 这是现在 这是将来 而你这个自然灾害 你是将来都不确定 不是现在 你都没现在你知道吗 是吧 咱们或有事项 必须得说的是现在 也就是说 由过去的交易事项形成 说已经发生 他说的是现在的事 是吧 现在这个事 结果不确定 你不要谈未来 第二个 或有事项的结果 具有不确定性 就是现在 说现在这个结果不确定 将来肯定是确定的 说结果是否发生 那现在具有不确定性 第二个 结果预计将会发生 那么但是发生的具体时间 或者金额 具有不确定性 是吧 如果说你预计结果 一定会发生 说这个发生是确定的 一定是确定的 确定会发生 但是呢 到底什么时候发生 赔多少钱 是吧 那么现在不确定 那仍然我们认为 现在是不确定的 好 第三个特征 就是会有事项的结果 由未来的事项决定 也就是说 那么这个结果 什么时候确定呢 未来 由未来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 来决定 比如说未决诉讼 将来呢 法院判决了 判了 你也服从判决 也不再上诉了 那这个事就了了 未来事项 法院判决这个事项 行 你也服从判决 好吧 那就决定了 是吧 这个事项的结果 最终指向是确定的 你败诉 你败诉这个事 板上钉钉了 思考一个问题 说对固定资产 记题折旧时 涉及对预计定盘值 和使用寿命 进行分析和判断 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请问折旧属于 或有事项吗 对吧 说折旧怎么计算呀 折旧用 比如说直线法 用原价减净残值 除以使用寿命 对吧 原价减净残值 除以寿命 就是每年的折旧 说你这个净残值 是不是估计的 不确定 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是吧 寿命是不是也是估计的 而且我们估计 有可能是会发生变更的 那请问折旧属于 或有事项吗 属不属于啊 答案是不属于 不属于为什么 因为结果是确定的 是吧 为什么结果是确定的 虽然说你这个残值不确定 寿命不确定 但是你首先说原值 是不是确定的 原值确定的吗 说其价值最终会转移到成本 或者费用当中也是确定的 该事项的结果是确定的 他并从现在来看 他的结果就是确定的 没有不确定性啊 因此折旧不属于或有事项 你比如说原价啊 原值是一百万 原值一百万 预计净残值是五万元 有同学因为有疑问啊 老师不对啊 你折旧的话 你是用一百减去五啊 说一百减去五除以十年啊 你比如说 好 那么一年呢 就是九点五万元 老师那你这个五万元是不确定的 那最终每年的折旧不也是不确定吗 是吧 那最终老师你的意思 我知道你意思 说原值确定的 然后减去五万元 那最终我要把九十五万元的应计折旧额 是吧 那最终全部寄到折旧费用 那这不很明显 这个九十五是不确定的吗 因为净残值不确定啊 净残值如果是六万元 那这个不就变成九十四了吗 哎 同学们说是不是有道理 有道理啥有道理 没道理 主要 预计净残值将来也一定会变成损 你不要认为说预计净残值就一定呆在账上 说折旧完了 我们的固定资产将来一定是报废 或者说处置的 所以你比如说固定资产说用十年 十年之后 哦 净残值一直挂账上挂一百年啊 怎么可能呢 都到期了 这设备该要处置了 肯定有人 后来还有处置的问题啊 处置之后这个净残值 那肯定就也是到损益当中去了 我们说了固定资产的报废 那是既营业外支出 固定资产的处置 既资产处置损益 不管怎么样 我们资产是未来的费用和损失啊 那所有的资产 所有资产 我敢跟你这么说一句绝对的话 所有资产最终都将寄利润表 是吧 哎 所有资产的资产的终点站是利润表 所以说它是确定的 原值100万 那最终100万全部要寄利润表 是吧 利润表里边什么呀 折旧费用啊 资产处置损益啊 是吧 营业外支出啊 等等这些利润表项目 所以说它结果是确定的 不是活有事项 那接下来看2017年多项选择题 下列各项当中属于企业 活有事项的有 A 与管理人员签订利润分享计划 这是17年考题啊 咱们利润分享计划 这是前面我们讲的 应付职工薪酬当中的内容 说利润分享计划 怎么说的 是吧 跟你签一个协议 将来如果咱们的利润 是吧 赚钱了 按照10%给职工 是吧 给所有全体职工 你说这个东西 说利润 哎呀 利润不确定 结果 说目前来看这个利润不确定 利润不确定 说利润的10% 那结果也不确定啊 说净利润的10% 一定要注意啊 从现在来看说 从现在来看这个具体金额 是不是不确定啊 是 那他是不是活有事项啊 不是啊 一定要注意 我们什么叫确定啊 什么叫不确定 什么叫确定 我们说 或有事项的本质 是不确定啊 什么叫确定 我们有没有说固定 说不确定和不固定 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不一个意思啊 说利润乘于10% 我们认为这个就是表示 是可以确定的 我们没有说金额必须要固定 可以确定的意思 比如你可以计算啊 10%这个比例是我是确定下来的 那么你不管是利润实现多少 那乘于10% 我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所以一定要去啊 咱们确定和固定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们A啊 我们认为是可以确定的 目前的结果是确定的 就是利润乘10% 所以A当然不是会有事项 B 为其他单位提供的债务担保 这个前面说了 债务担保将来这个事项 现在来看是不确定的 现在是不确定的 我将我现在我不确定 将来我到底到底要不要替他还钱 将来这小子如果说还上钱了 那用不着我了 将来这小子如果说他还不上钱 哎呀还得找我 我来给他还 所以现在来看呢 结果是不确定的 味觉仲裁也是一样的 产品质保期内的质量保证 也是不确定的 是吧 质量保证也是不确定的 好所以这个题啊 选择BCD 再来一条题 下列各项当中属于企业 或有事项的 有A 未来可能发生的亏损合同 这个是不是会有事项 这个是不是 说未来可能发生的亏损合同 首先我们要严格卡 或有事项的定义啊 这个亏损合同啊 所以啊 他不是说已经发生的交易事项 他说是未来可能发生的 我们说会有事项 必须得是已经发生 对吧 已经发生啊 那这个你还没发生呢 这个合同 合同还 我记得就是说 这个合同还没签啊 那肯定不是 对吧 但是说 如果这个A 我换一种说法 你听好了啊 说未来可能发生亏损的合同 说把这个得和这个亏损啊 我颠倒一下 那对不对 那就对了 未来可能发生亏损的合同 那就是说这个合同 现在是已经发生了 将来可能发生亏损 也可能不会发生亏损 那就是会有事项 B 对固定分产 GT折旧 刚才说了啊 他的结果是确定的 未决诉讼啊 重组义务 那这些呢 目前来看结果都是不确定的 所以这个题只有CD是正确的 这个A啊 还是很容易出错的啊 A还是很容易出错的 未来可能发生的亏损合同 那就是这个合同不是现在的 将来的亏损合同啊 是吧 所以这没发生啊 这个事啊 好 这个题选CD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一讲 什么叫货有负债 什么叫货有资产 那么这两个概念啊 大家要搞清楚 这里面这个概念当中涉及到了负债 也涉及到资产 因为今年教材把第一章删掉了 所以说 讲到这儿 我们就不得不再次的把负债和资产的定义啊 拿过来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先看负债的定义 以及确认条件啊 负债啊 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 也就是说负债 那必须得是已经发生的事 那么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所谓的预期意思就是未来 将来一定要偿还这个负债 偿还负债那不就经济利益流出吗 还钱呗 那而且呢 必须得是现实义务 也就是负债 必须得是已经发生的事 现实义务 就是现在承担的义务 这是关键词 除了满足这个定义 我们还要满足两个确认条件 第一个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企业 这里面谈到了一个可能性 必须得是很可能 如果说是可能 行不行 不行 第二个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那这样其实我们从负债的定义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要想确认负债 必须要满足 实际上就是说 咱们接下来讲货有负债啊 讲这个货有负债也好 货有事项的预计负债也好 那就是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吗 你会看到是吧 第一个现实义务 第二个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 第三个金额能可靠计量 而后面就会讲这个东西 那你会看到 其实就是我们负债的定义 和确认条件 我们再来看资产 资产是指 有企业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形成的 也是在强调事项已经发生 有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 那其实这句话什么意思 拥有或者控制的 也就是说 它其实啊 资产啊 是企业的一项现实权利 你看负债是现实义务 是吧 资产呢 是现实权利 那么这个权利呢 将会给企业带来 经济利益流入 是吧 仍然是预期啊 也就是说这个资产呀 在未来 能够带来钱 说一大白话 能够给企业赚钱 这就叫资产 那么资产的券业条件 同样的要强调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金额能够可靠几两 好 那么接下来 谈到了说这个很可能 到底什么才叫很可能 那么或是这样的 导致的经济利益流入 流出的各种可能性 我们通常按照下列情况 加以判断 什么叫很可能啊 很可能在这呢 说的是这个对应的 我们这个概率区间啊 介于50%到95%之间 所以啊 前开后壁啊 前面是开口 那后面呢是壁口 那50%这个临界点啊 属于可能啊 大家这个 这个临界点稍微注意一下 咱们考试一般来讲 没那么恶心啊 没那么阴险啊 比如说老师给你考个临界点 这个临界点 有的时候 估计啊 很多同学估计就搞不清了 稍微注意一下 50%属于可能啊 不是很可能 那必须要大于一半的可能性 是吧 才叫很可能 可能的话呢 那就是5%到50%之间 如果是小于5% 那就叫极小可能啊 极小可能 如果大于95% 都是前开后壁啊 前面是开口 后面是壁口 当然100%就不是壁口了啊 100%和这个0不是壁口啊 100%那就叫确定了 那不叫基本确定 0呢 那就不叫极小可能了 那是绝对 那是那叫不可能 是吧 所以说极小可能 如果再往下的话 再写一个 那叫不可能 基本确定 再往上写一个 那叫什么 那叫确定啊 所以说是确定 基本确定 很可能 可能 极小可能 不可能 是吧 那么对于这个确定和不可能的 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 是吧 那么对于会有事项来讲 它一定是什么 哎 结果是不确定的 如果说不可能 以及确定 不管是确定 还是不可能 那其实它结果都是确定的 是吧 你不可能也是一种确定啊 对吧 哎 所以大家这块应该是能理解 好 所以现在呢 会有事项 应该指的是这四种情况 啊 什么叫很可能 刚才说了 说负债 经济力啊 应该是说能够在未来啊 很可能导致经济力流出 那意思就是说概率介于50%到95%之间 对吧 当然了 说基本确定 那更应该是更应当是负债了 对吧 更应当是负债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啊 首先通过这个思维导图啊 给大家讲一讲 总的一个原则 就是什么时候是货有负债 什么时候是货有资产 什么时候要确认负债 什么时候要确认资产 首先按照刚才讲的 我们要判断他到底是不是现实义务 是吧 现实义务 判断 如果说不是现实义务 他根本是不能确认负债了 因为刚才我说了 说我们负债的确认条件 是吧 定义里面啊 定义里面说了 必须得是现实义务 就现在承担的义务 如果说你根本不是现实义务 那说白了 这是什么 这是潜在义务 我们有个词啊 还有个对应的词 说现实义务的对 这个反义词叫潜在义务 如果是潜在义务 那就一定是货有负债 不可能确认负债 所以潜在义务一定不是负债 好 接下来如果说是现实义务 再来看 我们是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血压 那还是看前面的负债定义啊 对吧 很可能也就是概率要大于50% 好 如果说不是很可能 否 哦 那你说不是很可能 那就说这个可能性是介于 就是可能性是可能 或者是极小可能是吗 就是这个可能性是小于等于小于等于50%的 那不行 你不是很可能 仍然是 是吧 要他属于货有负债 他不能确认负债 好 现在说了 说是 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血 你再来看金额能不能可靠计量啊 说金额 否 不能可靠计量 还是货有负债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三个条件 缺一不可 只要有一个条件不满足 那他就是货有负债 听明白了吗 说我们这我给大家这个编个号啊 一二三 那么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那就是货有负债 那么一二三必须要同时满足 现实义务必须要是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金额能可靠计量 同时满足 我们才能确认 预计负债 注意这个科目啊 预计负债 这个大家是第一次见吗 咱们在哪还见到过 还有同学记得吗 我提问一下 这个有谁还记得 预计负债前面在哪见到过 在前面的固定资产的初始计量 比如说特定行业 核电站啊 是吧 有色金属矿产啊 他在将来弃制的时候 要恢复环境 会花一大一大笔钱 我们当时说了 要把弃制费用折现 寄入固定资产 当时代方是走预计负债 还记得吧 是不是 前面资产减值 资产组也有他 那就是一回事吗 特定行业 核电站最典型的 注意了啊 这个啊 就是活有事项 我们前面说 这个将来恢复环境 是吧 核电站 40年之后的 你想想 假如说你现在去开个核电站 说政府部门告诉你 40年之后 咱里把环境恢复了啊 你说 40年这不还早着吗 行 你要一口就答应下来了 其实这个确实是 40年后的事 谁说的准啊 所以说 结果的发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 那没问题啊 那属于我们的货有事项啊 但你说 将40年之后恢复环境 是不是现实义务 我前面不是说了吗 是不是现实义务 是 说你今天 你啊 是吧 拉个横幅 捡个彩 放个鞭炮 我开业了 开核电站 是吧 那你要别忘了 你有现实义务了 记得点啊 你只要 把这个环境 是吧 把这个植被一破坏 你就形成了现实义务 你就要确认负战 如果说你不想承担这个现实义务 政府不让你开业 所以说当时说了 既固定核产出事伎俩 是吧 他是达到玉林核使用状态之前的一个必要步骤 所以说现实义务 而且呢 将来是很可能的 说恢复环境 这个可能性很大 是吧 可能性是很大的 你毕竟是破坏了植被了 所以很可能 金额能不能可靠这两 说能可靠这两 对吧 但是不确定 所以说 前面我们说确认预计负战 OK 所以这三个条件啊 同时满足 然后等到确定赔偿时 说了这个赔偿啊 那么是说的是这个未求诉讼的情况 那么对于其他的或有事项 那不一定用赔偿这个词啊 你比如说 质量保证条款 那就是在确定保修的时候 是吧 转入其他应付款 也就是说 将来是吧 在确定时 是吧 那我们把预计负债 要把它转到其他应付款 而且说预计负债 它实际上还是有一种 是吧 有一种不确定性在里边的 所以说有同学就纳闷啊 还问呢 为什么 老师这里边将来为什么还要转起来应付款啊 是吧 你预计负债 嗯 你确认了将来在赔偿的时候 将来在支付的时候 直接把预计负债充了火 借预计负债 代仰存款不就完了吗 这就是什么 我们要体现出来 是吧 把之前的不确定性 变成确定事项的这么一个过程 预计负债是带有不确定性的 所以说叫预计吗 有预计俩字 那现在说这个事项是确定的 那就要转到其他应付款 是吧 小应付款啊 好 那么左边啊 我们就讲完了 左边讲的是义务 那右边啊 我们来看权力 也就是说 那我们这个事儿 肯定是有双方相关的 那对于你这边是叫义务 那右边肯定叫权力了 相反的 好 如我们来看第一个就是看啊 是不是企业的现实权力 如果说不是 好 如果不是现实的权力 那就是货有资产 也就是说 什么 就是潜在的权力 是吧 那现实权力的反义词啊 就是潜在权力 后面我们就会讲 什么叫货有资产 货有资产实际上就是一个潜在权力 好 是现实权力吧 是 如果是现实权力 你再看看啊 他是不是基本确定导致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如果说不是基本确定 好 仍然是货有资产 哎 有同学啊 在这呢 他发现了不一样的地方 说老师 你左边为什么叫很可能 那右边叫基本确定啊 这个啊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 首先啊 我从信息质量要求当中有一个谨慎性 我来给你解释 什么叫谨慎性 同学们还记得吗 有同学说老师 我不记得咱们第一章不是删了吗 删了我也没学 那不行啊 这是会计必备之事 实际上要求当中一个谨慎性 就是不高估资产 不低估负债 所以说说对资产来讲 你是不能高估的 也就是说对资产的确认 包括收益的确认 你要慎之又慎 而对负债 我们是不能低估 是吧 所以对负债的这样这么一个 是吧 计量或者确认啊 对负债的这么一个确认啊 显然啊 他的要求要低一些 那么对资产的确认 这个条件要求要高一些 也就是说说白了 资产的确认 没有那么容易的 是吧 而对于负债的确认 那你就要什么 哎 只要稍微的啊 这个条件宽松一些 行行行 你有这个义务赶紧的吧 啊 那赶紧确认负债 所以说这是谨慎性要求 体现出来这么一个差异 是吧 这么一个差异啊 当然有同学说老师 那你这个前面 你刚刚讲的资产的定义里面 说的是很可能啊 注意啊 我们前面讲的说 资产的定义里边 确实是说的是很可能 但是前面的资产 说的可不是 或有事项里面的资产 人家说的是 确定事项里面的资产 我们在这讲的是 或有事项 本身这个事项的结果 就有不确定性 所以说我们对这块 要提升要求 要整个的要提升一个格 本来资产定义里面 说的是很可能 是吧 现在我要把它提到 基本确定 比如说你去买一批原材料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原材料入库了 这是确定的呀 当然了 原材料要寄资产 是吧 那这是确定的呀 资产 那原材料将来很可能 是吧 导致经济力 很可能带来经济力流入 是吧 所以说那这一块 大家要注意啊 稍微的还是不一样 因为这是大的前提背景 是货有事项 好 那这样不是基本确定 你就算是很可能也不行 说很可能 他也是货有资产 那接下来继续 如果说是基本确定 再来看金额能不能可靠计量 如果说金额不能可靠计量 那还是货有资产 还是货有资产 好了 上边呢 有同学可能已经看到了 这关于披露的要求 我说一说 对于货有负债 我们原则上都是应当披露的 通常来讲啊 就大的原则应当要披露 为什么 还是体现这个谨慎性要求 因为负债嘛 这不是好事是吧 所以说呢 谨慎一点 咱们啊 应批进批 能披露的都披露 当然了 如果说你能证明 说是极小可能 说我这个负债啊 是吧 说第二个条件 这个可能性啊 说是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力流出 那就算了 是不是啊 你这个可能性5%以下 那你就 是吧 披露你也别披露了 好 这是关于货有负债 大的原则是应披露 那对于货有资产 那么大的原则啊 是不应当披露 你看反了 所以说这就是体现了 非常明显的一个谨慎的要求 负债 应批进批 货有资产 能不批就别批 是吧 别和 报喜不报忧 是吧 所以说对于我们会计啊 应该是报忧不报喜 对于货有资产 是喜事 你啊 你别 你别 是吧 说吹什么吹啊 是别吹牛 说完了 对吧 是你别批了 你货有资产 不靠谱的事 批什么批啊 当然了 人家说了 很可能 基本确认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可能性在50%以上的你呀 可以披露 是吧 所以大家把握着这个原则 因为考试的时候还真理考你 是吧 你别混了啊 别混了 或有资产 或有资产 是吧 那么可能 极小可能的 不需要披露 很可能 基本确定的 那才予以披露 那么或有负债 是吧 那基本上都是要披露的 极小可能的 不披露 记住啊 把它记住 好了 那咱们再回到这儿来啊 如果说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说现实权利 没问题 基本确定啊 行 没问题 金额能可靠起来吧 能 这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是吧 这边又是三个条件 一 二 三 这三个条件同时满足 行 可以确认其他应收款 说这个地方 为什么就 不用 有点问啊 老师 你左边是预计负债 那右边 为什么不写一个预计资产啊 怎么准则 没有设置预计资产 这个科目吧 有没有想到这个问题啊 注意了啊 这个地方 为什么不用预计资产 那就是因为 这个地方是基本确定 这个地方是基本确定啊 他不是很可能啊 你觉得很可能 他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在里面啊 基本确定这块 虽然说也有一个百分之五的一个什么什么叫基本确定啊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比如说百分之九十八的概率 百分之九十九的概率 那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吧 基本上就确定了 那就你别什么预计资产了 是吧 啊 好不容易都满足条件了 那直接确定资产行了 其他应收款 好吧 这个记住 另外呢 我还要说一个问题 呃 这个问题呢 我们后面呢 还会单独作为一个问题来说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预计负债 如果说我们预期将获得第三方补偿 比如咱们现在打官司啊 打官司 哎呀 要输了 要输了 完蛋了 完蛋了 没不怕 不怕 咱们有保险公司 咱们上保险了 是吧 如果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保险会给咱们赔款啊 或者是有第三方担保啊 比如说于这个债务担保吧 债务担保 是吧 这不是很明显的吗 有人担保啊 那就第三方有人补偿 对吧 那第三方补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这个补偿金额 能不能直接充预计负债 不行 要寄到其他应收款率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补偿金额 要回到右边 从第二项条件来开始判断 我们来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基本确定 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企业 他的金额能不能可靠计量 好 这两个条件满足了 我们就可以确认啊 对于这个补偿金额 确认其他应收款 也有同学问 说预期可获得第三方补偿 为什么从第二个条件 直接看 他是不是基本确定啊 那不来判断 他到底是不是现实权利了 他肯定是现实权利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事已经发生了 而且我们预期 是吧 什么叫预期可以获得第三方补偿 预期可获得 可获得意思就是 他一定是一个现实权利 所以这个第一个你不用判断了 所以最终来讲 这个其他应收款 还是要本着这三个条件 要同时满足 来就做的 好吧 这样我们先通过咱们大的一个思维导图 先让大家建立一个知识的框架 后面呢 就是 就是由这个框架来出发的 往上填肉就行了 啊 来展开来给大家解释 好 接下来我们来解释货有负债 有了这个框架图 咱们就好理解了 什么叫货有负债 哦 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那就是货有负债吗 说货有负债涉及两类义务 第一类是潜在义务 第二类呢是现实义务 我们先看潜在义务 潜在义务 你说的对啊 是不是现实义务 咱们首先得看啊 他不是现实义务 否 那就是货有负债 那不就潜在义务吗 不是现实义务 那就是潜在义务 说结果取决于未来 不确定事项的可能义务 也就是说 潜在义务最终是否转变为现实义务 有某些未来是 未来不确定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 才能决定 对吧 这是潜在的啊 你潜在义务 说白了这个事呢 就是还没发生呗 对吧 这个东西啊 不靠谱呢 肯定是不能确认负债 肯定是货有负债啊 来 现实义务 现实义务还靠点谱 对吧 说企业在现行条件下 已经承担的义务 说第一个条件满足了 是吧 第一个条件满足 是现实义务 那我们还要看第二个条件 和第三个条件 那就是第二个第三个 如果不满足 那还是会有负债 他说了 是吧 在现实义务的旅行 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也就是说 第二个条件是否 或者说 该现实义务的金额 不能可靠计量 也就是说 第三个条件是否 好 在这里你看啊 注意啊 是或者的 也就说白了 就这三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那就是货有负债 听明白了吗 好 这儿呢 教台有一些例子啊 比如说 假企业和一企业签订担保合同 承诺 为一企业的某项贷款呢 提供担保 由于担保合同签订 假企业承担了一项现实义务 这个合同你签了 那就是一项现实义务 但是 承担现实义务 并不意味着经济利益 因此流出企业 如果一企业的财务状况良好 那就说 它的还款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那说明假企业履行 连带责任的可能性不大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不是很可能 是吧 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那这个时候肯定就是货有负债 是吧 属于企业的货有负债 那就不是预计负债 不能确认预计负债 那你还比如说假公司设计一桩诉讼案 根据以往的审判案呢 审判案例来判断 假公司很可能是要败诉的 说很可能败诉 哦 那就说第一个条件 现实义务 满足了 第二条件 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 也满足了 再来看第三个条件 说金额能不能可靠计量哦 他说了 人民法院尚未判决 假公司无法根据经验判断 将来到底要赔多少钱 所以说金额不能可靠的计量啊 历史上没有这样的案例可循 所以说啊 仍然是货有负债 多少钱都不知道 你怎么怎么记账啊 所以说这三个条件 是吧 只要有一个不满足 那就是货有负债 同时满足 才是预计负债 好 来看教材立体9-1 2020年5月10号 假公司的子公司 那么乙公司 从银行贷款人民币 从银行贷款人民币 8000万元 期限两年 由假公司全额担保 这是个债务担保 2021年6月1号 丙公司从银行贷款人民币 是5000万元 期限三年 由假公司全额担保 假公司老好人了 那么2021年7月1号 丁公司 从银行贷款2000万元 7月5年 由假公司全额担保 那假公司实际上是 担保了三个公司的 这个债务 那么截至2021年 12月31号 情况如下 这是一件事啊 然后呢 这边呢 又是一件事啊 对这个乙公司 丙公司和丁公司 分别提供了担保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乙公司呢 贷款 贷款啊 逾期未还 银行呢 已经起诉假公司和乙公司 丙公司 那么 这乙公司啊 没有还 然后对于丙公司 有第二个啊 就第二个 丙公司 这个经营状况良好 预期啊 不存在 缓缓困难 那丙的话 那肯定就是 呃 是吧 呃 那预期 我们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离流出企业 那就肯定是 货有负债 是吧 不是预期负债 那么丁公司呢 受政策不利影响 可能不能偿还 到期美元债务啊 这说的是可能 是吧 那最终结果呢 呃 也是不确定的啊 在本地当中 就以公司二言啊 那么乙公司的话呢 他是很可能 履行连带责任的啊 因为乙公司 这块啊 已经银行是起诉了 所以肯定是现实义务 而且呢 乙公司的经营状况呢 他也没说 那很可能说还不上啊 他说很可能 履行连带责任啊 造成损失啊 但是损失金额多少 说金额 目前还难以预计 那肯定也是货有负债 啊 所以说乙 虽然说是很可能 但是金额 无法可靠气凉 然后再来看饼 这个饼啊 就说经营状况良好嘛 虽然说是不是很可能 可能性比较小 那当然了 也是货有负债啊 不能确认预计负债 那么对于丁公司来说 他是可能 假公司可能履行连带责任 也没有达到很可能 所以他不是啊 这个叫不是很可能 那不是很可能 那仍然是货有负债啊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例题 对于乙公司 饼公司和丁公司的债务担保 假公司 只是他的货有负债 只是货有负债 那么不能确认预计负债 根据准则规定 假公司应当在报表当中 做出披露就可以了 因为不需要确认嘛 所以只需要披露 说明一下 那么这个披露的具体内容啊 考试不考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看一看教材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2011年判断集 货有负债 无论涉及潜在义务 还是现实义务 均不应当在财务报表当中确认 应该按相关规定 在付出当中进行披露 好 这个对不对啊 这是正确的 因为货有负债啊 他一定是不能被确认的 但是应当是要披露的 好 接下来看货有资产 那么货有资产啊 是指过去的交易 或者事项形成的潜在资产 那么它是一项潜在权力 是吧 我们现在说 说了是吧 潜在权力 不是现实权力 那么其存在 需要通过未来 不确定事项的发生 或者不发生 予以证实 正如货有负债 不符合负债确认条件一样 货有资产呢 也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 因而呢 不能确认 所以说结论就是 货有资产和货有负债 都是不能确认的 通常怎么着呢 通常是披露的 那么但是货有资产 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应当披露其形成原因 预计产生财务影响 前面不是说了吗 说货有资产要不要披露啊 说很可能的 是吧 这个以及基本确定的 那我们是要披露的 是吧 我们是要披露的啊 那么如果说是可能 绩效可能 那我们不披露 那么对于货有负债 原则上都应当披露 那除了极小可能 极小可能的 货有负债是不披露的 好 总而言之 货有资产货有负债 只是要披露 对吧 那么绝对是不能被确认的 所以说将来 这个如果说考试的时候 他可要判断 说货有负债 在满足一定条件的情况下 可以确认为预计负债 对不对 我再说一遍 说货有负债 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可以确认为预计负债 对不对 不对 货有负债 货有资产 永远不能被确认 他能被确认 他就不叫货有负债了 他就不叫货有资产了 所以说 我刚才这句话呢 让他改一改 改成这样说 他就对了 说货有负债 在满足一定条件下 可以转化为预计负债 这就对了 也通常说 老师啊 你真没劲 这不是玩文字游戏吗 对呀 这就是文字游戏啊 这解决了叫什么 叫确认的问题 是吧 货有负债 货有资产 一定是不能被确认的 不能被确认在报表上的 只能披露 好 17年判断题 对于很可能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 货有资产 说货有资产 很可能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那么企业应当披露 其形成原因 预计产生财务影响 刚才说了 就这句话吗 说这正确的 那接下来 货有负债和货有资产 转化为预计负债和资产 我刚才刚说完这句话 是吧 转化可以 对吧 所以说 你要说转化没问题 但是你这个地方 如果把转化这个词 而改是确认 就不对了 大家一定要对这些专业术语 也要有一定的敏感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事态进展 货有负债对应的潜在义务 那可能转化为现实义务 原来不是很可能 导致经济利益流出的 那现在可能变成很可能了 并且呢 原来不能可靠计量 那现在可能也可靠计量了 那就符合那三个条件 同时满足 可以确认为运机负债 那这样货有负债 就转化过来了 那么类似的 货有资产 对应的潜在权利 那也可能变成现实权利 是吧 变成现实权利 如果说某一实点企业 基本确定 能够收到这笔款项 并且呢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那就可以确认为企业的资产 是吧 其他应收款 好了 同学们 那这样我们第一节就讲完了 货有实项概述 其实讲的一些大的道理和原则 以及基本概念 是吧 还是很重要的 关键把我那个思维导通 是吧 把它给把握住 货有负债 跟预计负债 什么区别 货有资产 跟其他应收款 什么区别 满足什么条件 是预计负债 不满足的话呢 就是货有负债 披露怎么披露 好吧 这块是可以考客观题的 那接下来看第二节 货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货有事项的确认和计量 这块大纲要求掌握 我们这儿呢 只讲确认和计量原则 具体账务处理 就是说筷子分路怎么写 我们在第三节学习 近三年考点地图 货有事项的确认计量 我们考单选题判断题 就是小题 但是要注意了 我们前面也说了 大题里边是可以结合 其他章节来考大家的 比如说运气负债 我们不光是前面所讲到的货有 就前面讲到这个固定资产的 初始计量 什么核电站 核电站那套东西 涉及到预计负债 后边讲到收入章节 是吧 比如收入的一些特定 特定交易是特殊事项 负有销售退回条款的销售 负有产品质量保证条款的一些销售 那么我们都是要在收入当中 确认预计负债的 那这些都是货有事项 那另外还有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你不要认为这样的考题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将在后边会给大家提到 是吧 在具体的第三集案例应用当中 也会大量的讲到这种情况 首先看货有事项的确认 那货有事项形成的货有资产 只有在企业基本确定 那这些都是重复前面的概念 是吧 转变为真正的资产 从而经到予以确认 是吧 所以这个地方一定要用转变这个词 是吧 说这个有同学说老师 那这个这不只先说了叫确认吗 说的是这个真正的资产加以确认 转变成资产了 真正的资产 确认这个真正的资产 而货有资产是不能被确认的 好吧 这块大家稍微的稍微的较真一下 这个专业术语 这个文字游戏 好 与或者事项有关的义务 在同时符合下来条件 三个条件应当确认预计负债 这些东西 我们前面第一节都讲了 是吧 来重复一下吧 说企业承担的现实义务 那么包括法定义务和推定义务 什么叫法定义务 你比如说因为合同法律法规等产生的义务 你签了个合同 这就是法定义务 什么叫推定义务 是企业的特定行为而产生的义务 比如说以往的习惯做法 已经公开的承诺 或者说已公开宣布的经营政策 比如说甲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 因为扩大经营规模 到A国创办了一家分公司 那么假定A国呢 没有针对甲公司这类企业的生产经营 可能产生的环境污染 制定相关法律 说A国呢 可能相对落后一些啊 可能对环境污染这块啊 法律是空白 但是甲公司呢 为了履行是吧 他的这个良好的一个 维护良好的这个形象啊 他仍然呢 是吧 向社会公告宣称啊 将对环境污染呢 进行治理 那A国说没有法律 你说你污染呗 你反正是污染呀 没事 是吧 不承担法定义 我没人找你要赔款 但是你说也不好 说形象不好啊 所以说呢 虽然说法律没有规定 但呢 我们这种企业的这个特定的行为 是吧 习惯做法 我们都是高品质要求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属于推定义务 那对于推定义务 同样的 是吧 属于我们的现实义务 好吧 那第二个就是 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 这就不再解释了 第三个 金额能够可靠计量 好 那么这些呢 大家呀 自行的根据这个讲义啊 这个阅读一下 这个关于畏决诉讼啊 是吧 说以往的结果判断 说很可能办诉 但是呢 说金额到底赔多少钱 法令 法律上没有明确的解释 是吧 到底赔多少钱 那不知道 所以说呢 我们啊 很可能无法合理估计 去承担的这个现实 是吧 义务的金额 说金额不能合理估计 那因此 那就不应当确认预计负债 2010年多选题 贵交公司为假公司 乙公司 丙公司 和丁公司 那这个提供了银行借款担保 那么下列各项当中 贵交公司不应确认预计负债的有 A 假公司运营良好 那么贵交公司 极小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那说的是极小可能 那没有达到很可能啊 所以说这个 是这个不应确认的 是吧 话对好 B 那么 乙公司发生暂时财务困难 贵交公司啊 可能承担连带还好责任 说的是可能 有没有达到很可能啊 仍然是没有达到很可能的 不应确认运气负债啊 要选 C 饼公司发生财务困难 那么贵交公司很可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哎 这个啊 这个啊 注意了啊 很可能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那么其实还要看金额能不能可靠计量 他没有说 是吧 没有说的话呢 其实我们认为啊 那默认的就是金额能可和计量 对吧 所以这个啊 我们是要确认预计负债的 那其实这个要确认的 因为我们 他没有说 所以说你也不确定 因此这个C的话呢 其实我们是不应当选的 D 丁公司发生严重财务困难 贵交公司 说基本确定承担还款责任 那这个肯定是要确定的 所以就对于这个C和D啊 他说这个现实义务啊 肯定是现实义务的 可能性也已经达到 很可能一级以上了 说金额能不能可和计量 他没说 没说你默认为 他是能可和计量的 他对CD 我们是要确认预计负债 所以这个题选择A B两项 那接下来看 获有事项的计量 那么预计负债的计量 主要体现的 就是预计负债的计量 它主要涉及两方面 第一个呢 是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第二个是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 我们首先看预计负债的计量 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那涉及了一个会计估计的问题 会计估计是我们的一项职业判断 我们的一项职业判断 那这里边 我到底 我估计一下 我到底赔多少钱呢 我预计这个负债 到底偿还多少钱呢 要区分情况 首先第一个情况 所需支出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第二个情况呢 说不存在一个连续范围 我们先看存在连续范围的 就是说说白了 就是一个线性的 各种可能性都有 然后呢 说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 这个说的是线性的 是吧 那就是上下线金额的平均数 是吧 上下线金额的平均数 也就是说这个这是一个这个结果 是吧 这结果啊 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支出 好 那么它是一个这个线性的 是吧 是线性的 是线性的 那么这个结果的话呢 比如说啊 是这个支出 如果这个结果呢 是一个最低点 一个最高点 是吧 那好 那么就相当于这俩点啊 上下线金额的平均数 找平均数也可以了 因为这是一个线性的关系嘛 所以上下线金额的平均数 因为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相同的 那如果说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啊 是不相同的 对吧 发生结果是不同的 不相同的 或者说所需支出呢 不存在一个连续的范围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区分 是单个项目还是多个项目 如果说单个项目 我们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啊 什么叫单个项目 就结果是单一的 结果是单一的 如果说结果呢 是多个结果 多个项目 那我们要按照各种可能的结果 以及乘以每种结果的概率 进行加权计算 说白了 要算一个期望值 好吧 那这个呢 大家 这个是一个数学问题 我想一个没有难度啊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问题啊 是不是 我们后面的通过案例 给大家举例子啊 来看教材立体9-2 2021年12月1号 甲公司 因为合同违约 而被以公司起诉 那么2021年12月31号呢 甲公司尚未接到人民法院判决 甲公司预计最终的法律判决 很可能对公司不利 最关键词啊 你要圈起来 很可能 你这个起诉了 那肯定是现实义务了嘛 第一个现实义务 第二个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出 第三个再来看金额 能不能可靠计量 他说预计 将要支付的赔偿金额呢 是在100万和160万之间的某一金额 那金额能可靠计量 而且这个区间 每个金额的可能性都大致相同 也就是说 这个例题 说的是就这个情况 各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 都有这种可能性 概率是一样的 而且呢也是一个连续的范围 所以介于这个范围之间的某一个金额 那就算平均数 100万加160万除以2 是吧 那就是这个100几啊 就是130万 对吧 所以说是130万啊 上下现金额加起来除以2 这是一个平均数 是吧 借营业外支出 待预计负债 因为这是一个诉讼吧 所以说这个很显然 这个东西起诉 是吧 你这个违约 那这不是一个日常活动啊 所以它是一个非日常活动啊 赔款啊 罚款啊 像都是 像这些都是非日常活动 所以说既损失 啊 你以外支出 然后贷方预计负债 增加130万 教材立题 这个9-3 2021年10月2号 乙公司设计一起诉讼案 2021年12月31号 人民法院尚未作出判决 在咨询了公司的法律顾问后 乙公司认为胜诉的可能性为40% 败诉的可能性为60% 如果败诉 我们需要赔偿100万元 注意啊 这个结果 我想请问 是单一的结果还是多个结果呀 是单一结果还是多个结果 你要么胜诉 要么败诉 听明白吗 所以不要认为啊 是多个结果啊 这个啊 其实是 这个其实是单一项目 是单一的项目 那我们就按照最可能发生的金额 哦 那就说你最可能败诉呗 最可能败诉 那就按100万来确认预计负债 是吧 应当按照最可能发生金额 确认100万 借赢100支出 待遇及负债100万 所以你不要认为 你要是说 按照前面的说 老师 我得按概率吧 说胜诉不是40%吗 败诉不是60%吗 老师是应该这样吧 说胜诉的话 那我应该不赔钱 那赔偿金额为0 老师是不是这么做啊 0乘以40% 这是胜诉的情况 那么败诉的话呢 那我得赔100万 哦 那是100万乘以60% 是吧 那好 老师那我知道了 等于60万 我确认60万的预计负债 大错特错 先要搞凶手 是单一项目 还是多个项目 结果是单一的 还是多个的 那这个很明显 结果是单一的 要么败诉 要么败诉 要么胜诉 你不可能既败诉又胜诉 那是有病的事 好 来看教材立体9-4 丙公司是生产并销售A产品的企业 2021年度第一季度 共销售A产品3万件 销售收入呢 是18000万元 根据公司的产品质量保证条款 该产品售出后一年内 如果发生正常质量问题 公司将免费啊 这个负责免费维修 这是一个售后的吧 售后的保修吗 是吧 说一年内啊 一年内保修 根据啊 根据以前年度的维修记录 如果发生较小的质量问题 发生维修费用啊 是销入收入的1% 销入收入1%啊 较小质量问题 如果是较大的质量问题呢 是销入收入的2% 如果说啊 根据公司质量部门的这个预测 本季度销售产品当中 80%不会发生质量问题 那就是说 不会发生质量问题 那肯定就是没有维修费呗 15%呢 是可能发生较小质量问题 5%呢 是发生较大质量问题 哎呀 注意了 我想请问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不确定事项 它的结果是单一的还是多个 或者实际上的结果不是说是确定的吗 那这个将来这个结果是单一的还是多个 这个是多个 比如说我们销售的这3万件产品当中 这个3万件A产品 这里面有一些是小问题 有一些是大问题 还有一些呢 是没有问题的 它是多个结果 对吧 你不可能说3万件 要么你不能说3万件 要么都有问题 要么都没有问题吧 要么都是小问题 要么都是大问题 要么就都没问题 不可能 每一件产品的这个出厂的这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是吧 这是多个结果 多个结果 那我们就要按照概率来计算 我们先看80% 80%的这个结果是没有质量问题 没有质量问题就乘以零啊 我不需要赔款 不是不是不需要赔款 不需要保修啊 你你给人家免费维修 人家客户是免费的 你不得花钱吗 你是秉公 你是秉公司 秉公司 你给人家免费维修 你不得耗原材料料工费啊 你不得有成本啊 好80%这块 那就不需要钱 没有成本是吧 不需要确认预计负赐 然后呢 再来看15%的这块 15%这块是可能发生较小质量问题啊 所以说15%乘以较小的质量问题的时候 他说了 如果发生较小质量问题 维修费是销入收入的1% 销入收入多少啊 销入收入是18000万元 所以说哦 那1%那就18000乘以1%呗 是吧 这是15%的这个概率是较小质量问题 然后再来看5%的这块 5%是较大质量问题 较大质量问题是收入的2%啊 那就是这个18000乘以2% 这个就是本题的答案 是吧 我们应当确认的这个预计负债啊 所以说啊 这样算下来是45万啊 那么借方是销售费用啊 注意了这个借方你不能写 因为是产品质量保证嘛 这是一个日常活动 产品质量保证 这是一个日常活动 他跟前面的债务担保啊 我以为诉讼不一样啊 所以说要寄费用啊 待预期负债 这个45万 接下来看一道单选题 2020年11月份 假公司因为污水排放 对环境造成污染 被周围居民提起诉讼 2020年12月31号 该案件尚未一审判决 根据以往类似案例 以及公司法律顾问的判断 假公司胜诉的可能性为20% 败诉的可能性为80% 那么仍然是我们要搞清楚 这是一个单一结果 结果是要么胜诉 要么败诉 那你就按照最可能的 那就是败诉呗 如果败诉预计赔偿2000万元的可能性 是70% 预计赔偿1800万元的可能性 是30% 是吧 我们仍然是按照最可能的金额 是吧 所以说呢 那你这个赔偿啊 也不可能是多个结果 但是也是单一的结果 所以我们就按照可能性最大的 这个2000万元 是吧 来去做赔偿 寄预计负债就可以了 所以答案就是 那我们对利润总额的影响啊 所以这块那就是2000万啊 选择地项对利润总额 那当然是减少2000万元了 这个2000万应该是寄赔偿之初 赔偿之初 好 那么预计负债的计量 需要考虑的其他因素 那这个呢 我们前面也说过了 是吧 企业在确定最佳估计数 是应当综合考虑 与货有事项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货币时间价值和未来事项 等等这些因素 说有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其实是一回事啊 是吧 什么叫风险 风险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不确定性 我们货有事项 那本来就是带有一定的风险 它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的 那要考虑啊 要考虑 如果说我们的时间比较长 那这种不确定性就比较大 啊 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货币时间价值 或者说这个项目本身的风险比较大 是吧 那你这个要在这个做这个估计的时候 是吧 比如概率的时候 要考虑在内啊 像这些东西啊 没有什么可考性啊 了解一下 还有未来事项啊 咱们举这个例子啊 教材也谈到了 就是油气井或者核电站的弃值费用啊 咱们前面讲固顶资产的初始纪量 讲到了 说应该按照未来应支付金额的限值来确定吗 是吧 说借固顶资产待预计负债 是吧 按照弃值费用的限值来确定 为什么要折现啊 就是要考虑我们的货币时间价值 是吧 你在弃值的时候 时间太长了 40年之后才弃值呢 啊 预计在生产结束时处理核废料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环境的一些弃值费用 弃值费用呢 因为未来技术的一些变化呢 是吧 有可能会显著的降低 那就考虑要考虑未来事项 好吧 第三个呢 就是对预计负债账面价值啊 我们要定期复合 因为凡是涉及到会计估计的 我们其实是都要复合的 大家要学会总结规的 你会看到 你看我们需要会计估计的 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固领资产折旧的一个 顾令资产的寿命 包括无形资产 是吧 包括这个净残值 是吧 然后呢 还有这个折旧 或者说摊销方法 那这个都是要复合的 那我们都是要复合的 那这里边也是一样的 预计负债 你只要是估计的 你估计它就要复合 是吧 有确凿证据表明 账面价不能真实反映 当前最佳估计数的 那我们要调整 你比如说某化工企业 对环境造成了污染 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 那么只需要对环境 对污染进行清理 那么随着国家现在环保 整个的管理啊 越来越严格 是吧 现在呢 不但需要对污染进行清理 才可能要对居民啊 进行赔偿 这个青山绿水啊 就是近山银山的吧 环境的这个保护呢 意识越来越强 所以说你之前的时候 确认的预计负债 那恐怕就偏低了 现在要求更高 你还需要赔偿居民呢 那就要调高预计负债 好了 行 那这样我们预计负债啊 关于最佳估计数的确定啊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啊 那么预计负债的计量 就是按照最佳估计数 重点是最佳估计数的计量 好我们先